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要降低这项基隆最大的祭祀活动对环境的冲击 基隆市政府连续16年推动纸钱集中焚烧 副市长林永发主持天外天焚化场祈福静如仪式活动时 也呼吁市民以善待经 将购买纸钱的经费捐作公益 彰显中原信仰的慈悲心也为环境尽心力 在道长主持下由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主绩 一路从子钱战存区专用除坑金炉 到子钱收运专车进行捷径去会祈福金炉仪式 迎接基隆中原记到来 为了降低这项基隆最大祭祀活动对环境的冲击 基隆市政府连续16年推动子钱集中焚烧服务 将子钱集中运至天外天焚化场处理 透过完善的污染防治设备 减少区域性空气污染的发生 维护基隆良好的空气品质 中原记今年是第168年 中原记也是基隆最大的祭祀活动 对于烧金子这一个的部分 那个量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从95年开始 今年迈入第16年 就是希望大家把金子集中 我们利用焚化炉这边完整的焚化设备 跟可以减少空污的这一个设备 来做集中焚烧 那今天这一个的进炉仪式 最主要的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有一个观念认为 焚化炉是烧垃圾 那怎么我要给祖先的这金银财宝 怎么能够在这一边来焚烧 那为了这一个的部分 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说他除了可以进化空气之外 那所以我们举行进炉的仪式 那我们也会有道士 然后有书文 然后可以传达 让这个的效益会更高 除了推广指前集中焚烧 就是这种方面更宣导民众 采取以善代金的做法 将部分购买金纸的费用 捐款做公益 进一步降低指前焚烧的数量 参与的民众还可以获得平安米 及加持过的妈祖钥匙圈 今年的以善代金 我们也特别贴心的 为我们这些民众 我们会有这个纪念品 就是一包米 还有一个有加持过的钥匙环 那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然后做善事 根据环保局方面的统计 指前集中焚烧政策推广资金 已经累计突破1350公吨以上 环保局今年更与多个大型社区 接洽设置指前集中区或集中箱 在社区普渡时间前预约 指前集中收运 另外以善代金 自103年来 也已经捐款123万元 其中110年达到26万元 为历年最高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在金融市议员童子委的争取下 将年久失修的育人休闲广场空地 重新整建 增加了刘滑梯 羽球场等 并与南农国中通学步道相连 改善社区长期以来 没有活动空间的问题 民众开心地打起羽球 这处崭新的羽球场 就位于育人休闲广场 这处在南农国中下方的休憩空间 因为年久失修 一度杂草重生 根本无法使用 就让市员通知委得知后协助地方 向民政处争取到220万元经费 进行诊件 向解决当地社区 长期缺乏活动空间的老问题 打造符合地方民众期待的休闲广场 大家长期都会发现说 这边有一个闲置空间 然后乱七八糟杂草重生 那我们这个社区 刚好沿着山坡上来 其实它是没有太多的 休闲空间的地方 所以在几年前里长的建议之下 我们大家一起会开 一起区公所 大家共同来努力 也争取了经费 把这个闲置空间 跟南农国中做了沟通 我们拿来使用 让我们的社区 可以有一个完善的 休闲活动的空间 第一个 我们山坡上 其实它完全没有一个 可以坐下来休憩的地方 那第二个 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人口高龄化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育人休闲广场设置完成了以后 不管国中还是国小的小朋友 都是在地的居民 我们的长辈来接小孩 还是小朋友来等待的时间 都可以在这个空间活动使用 包含我们这边 这个羽球场 其实设置是国际标准的 所以大家有心要练羽球的朋友 或同学或是社区的居民 其实可以跟里长来提供来使用 我想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活用的一个示范作用 重获新生的育人休闲广场 不仅有全新羽球场 还有12岁以上专用的溜滑梯 以及遮阳凉亭等 大人小孩都可以开心的 在这里享受运动休闲的乐趣 感谢师傅 感谢议员 为我们这一块 废地活用的地方 把我们改善成这种 一个活动空间 休闲空间 让老中幼都可以使用的一个空间 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羽球场 还有一个活动空间 还有让小朋友有可以 可以去坐的一个溜滑梯 透过育人休闲广场整建工程 也一并将南农国中同学步道 及整体景观重新载速 兼顾礼民与学校的使用需求 达成双赢的目标 记者张其谈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在中正公园的十八罗汉洞停车场内 有热心民众期会的机车考照练习场 如今这个标线严重掉漆 很多已经看不清楚 市议员韩世玉就趁着这几天 天晴亲自与服务团队重新期会 另外韩世玉也提案在各区找一个 适合画设机车考照的练习场 提供民众来练习 又系又载车道机车骑士双手要抓稳 机车考照大魔王直线加速七秒 没有多加练习很难一次通过 进入了带转区 随时要注意地上的标线标示 机车考照新置上路之后 路考变得难了许多 但竟用除了到机车驾训班 集间里站练习之外 考生还真的不知道要去哪练习 基隆中正公园就有一处 山寨版的机车考照练习场 早年是热心民众用白漆化的 有直线平衡 斑马纹 人行穿越线 岔路路口 交叉路口 直角转弯 铁路平交道 几乎把监理站的考场都搬过来 但最近地面气线已经脱落 市议员韩世玉自掏腰包 帮忙重新气会 我们的考试规则也越来越困难了 尤其在路考上面的话 的确是有需要这样的一个 合适的场地 让大家可以练习 因为在路上 或者是在其他公众的道路或马路 这对于练习者来说 是非常的危险 那世玉的经验是 以前的话 我们练习的时候的话 那也是有道路上面 那的确第一次的车祸 就是贡献在东明路 山寨版的机车练习场 每天都会有新手来练习 假日人潮更多 这里环境安全 家长也看得到 不怕孩子在路上练习 发生车祸 这边 基隆市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是 所以这里比较方便 因为它没有驾照 所以原则上只有这个合法的地方而已 比较安心啊 对啊 有练习场会比较安全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可以让很多人练车啊 你有话才来学不用花钱 不然你要训练班 你要花好几千块啊 对不对 这里是有车在这里练啊 因为现在毕业季也来临了 那很多的学生的话 无论说放暑假 或者是呢 已经毕业要找工作 那其实呢 都有需要一张驾照 那市域呢 是希望说呢 我们在未来的话 那其实呢 每个区都要有这样的场地 那让呢 大家可以练习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都在这边练习 那如果说各区都有的话 是不是相对于大家也可能 不用从欺读或者安乐呢 然后跑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来练习 暑假47年考照忘记 市议员韩世玉 未来将在市议会提案 在各区寻找适合地点 提供民众练习 让骑士先练习 再到街景站考试 让新手驾驶吃了定心丸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市议员张炳君 和立委蔡世英合作 去年底开始 争取台电协和电厂 后资400万元左右 重新彩绘 已经脏污斑驳的台电外幕山 油槽围墙 台电也赶在今年暑假 重新彩绘 为外幕山观光景点加分 一起去玩水吧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在充满年轻朝气海洋风味的 冲浪板彩绘前 开心合照 不止这幅新的彩绘油画 而是整排围墙的油画 都全部重新彩绘 这是张炳君和立委蔡世英合作下 去年开始争取台电协和发电厂 耗资400万元左右 规划在今年重新彩绘 已经脏污斑驳的台电外幕山油槽围墙 台电也赶在今年暑假期间 重新彩绘完成 换难一新 为外幕山这个观光景点加分 其实我们外幕山的海域 一直是我们基隆市民跟外来游客 最喜欢来我们基隆观光游水的好去处 那秉均在去年12月的时候就来跟我们台电 来这边要求 也有办理了会刊 希望把我身后的这一个油炒的围墙 重新粉刷 因为这个围墙已经经过十几年都没有再粉刷过 然后油漆斑驳 然后腐蚀生锈以外 还上面长满了青苔 这是严重影响到我们基隆的四楼观光 那经过秉均的争取之下 也感谢台电编略相信400万的预算 针对这个整面的围墙 全长大概一点多公里的围墙 重新彩绘粉刷 那现在也看得出来 它是相当鲜艳的围墙 也让所有来到我们外幕山游水的游客 游客们来到这个地方 都觉得我们的外幕山变得更美更漂亮了 那秉均也会持续来去针对我们 不管是外幕山的单车步道的拓宽串联 还有我们海星平台的修建 甚至协调我们的厕所 预测室的开放等等 都是希望提供给所有游客跟游客 来到我们外幕山的时候 觉得这个是一个友善 好的休闲玩水的好去处 那未来我也会持续的努力 来为更多的游客跟游客 争取更多玩水的好去处的地方 不管是龙虾还是大船 围墙上面每一幅彩绘 高度都超过两公尺以上 对于台电协和发电厂 愿意重新彩绘 由朝外的围墙 一起发展外幕山的观光 张炳君也表示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台湾 有一项活动 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的资产意义 他见证了民族的唾肯与苦难 展现了子民的悲悯与智慧 传承了民意的多元与优美 提供了族群的融合与方向 深具文化传统及文化资产意义 基隆中原记 黄姓竹谱 隆重登场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网络上来录不明的工作 看起来待遇很好 请问要应征吗 您已录取新工作 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机 提供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现象 您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 找工作请注意求职房片三要七步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四十五万四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百年中原代代相传 国家第一号无形文化资产 基隆中原界 黄信赞单 黄信主谱 隆重登场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起来哦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大家召唤中家宽屏吧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青土区独北里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 获得卫福部补助 据点创新方案结合了 建峰健康科技职业公司 将AI预防医学科技 导入日常课程 强化长辈的健康促进 展现在地健康促进 推广健康热灵的目标 来自包括七堵区独北里 中山区中山里 信义区里东社区发展协会 暖暖区令内进信会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以及七堵区六堵社区 发展协会 赌南社区发展协会 和基隆市社会教育协进会 等长辈们 宰歌宰舞展现热灵学习 以及促进成果 活动现场也安排各种 AI健康科技闯关活动 为了展现健康促进具体成果 七堵区独北里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 获得卫福部补助 据点创新方案 结合建峰健康科技智业公司 藉由AI预防医学科技 导入日常课程强化长辈健康促进 举办 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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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健康科技加年华活动 小弟啊 希望我们 我们这些好朋友 够回去 如果出品跟他人 蜜蜜蜜蜜蜜蜜蜜 健康促进 用科技的方式来帮忙大家 今天是我们独北里举办有史以来第一场是这个健康科技加年华 透过一个游戏 一系列的游戏 一系列的游戏 为游戏当中 来观察 往日期来观察 你的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 他不好的时候 他就跟老师说 老师就跟你说 所以大家来这里 是不是 我们会去看长者的数据有没有异常 那么给予长者最多的照顾 由于独北里内 高龄长辈人口不断增加 为了让长辈们能够欢喜健康在地老化 107年成立独北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每周五天 全时段提供关怀访试 电话问安 咨询以及转介服务 共餐服务 健康促进活动 预防及延缓失能失智等六大服务 落实在地热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向海致近 除了关注污染 浸滩及海洋生态保育等问题 还能怎样了解与接近海洋呢 那就直接下水吧 用船 带您来看港西国小所举行的造舟活动 很难想象这几艘船只花了四天 就制造完毕 打破造舟与海洋教育推手大幕老师的 有史以来记录 这个课程其实已经在台湾推行了 有十一年之久的时间 但是很开心的在基隆是第一次执行 那这是骨架蒙皮州的制造方式 那透过一艘船认识 制作过程认识它的骨架的结构 跟船的特性 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 那个学员们透过造一艘舟 能够进入海洋跟河流 然后来认识我们的河流跟海洋 所需要的一些生态 来找回我们真正属于台湾岛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齐心协力大造一艘船亲身体验 动手制作与团队合作 激荡出创意的火花 而过程中也带人孩子找到学习与生命的方向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从木板然后到整个装装完成 那才会完成有成就感 好玩啊 因为涂舍的时候很疗愈 燕书鸦 能够学到有团体合作的这个经验 因为呢从舞到有 然后从零开始慢慢的发想做起 然后在大木老师的指导下 每个人都非常的投入在这个造舟的一个活动 让这艘船 让我们平安的出航 好准备来敲 敲先敲先敲 用力敲 敲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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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水的前一刻 参与的海大 各国小国中高中老师及各年级的学生 共同敲船头 撒汤果 见证新船下水时刻 这次感谢台湾海洋教育中心 提供港系国小及海洋团造舟的机会 让我们孩子从小小的船造船师 一直到这一世的造舟 整个课程呢 让孩子能够学会团队合作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也是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去划船 我以前也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今天是第一次 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兴奋 很好玩 碰到孩子的时候觉得很凉 前面两天 师生们逐步完成周身 赋予船骨身体后 接下来第三天要注入想象的灵魂 有的将造船过程录画 也有画下对海洋的想象 台湾海洋教育中心组的船 一眼就辨识出 港系国小组的小朋友很有创意 台湾意象都在上头 基隆教师海洋团的加上城市logo 而高中教师组 只是将自己的县市或地名校徽画上去 这个活动相当有意义 实际造舟 然后到自己实际下船体验 这就是一个海洋国家的一个展现 我们也希望未来小小的水手 也成为优秀的领航员 造舟过程中整合了地科 力学 数学 工艺 美感等跨领域的知识 从一艘小船模型延伸到团队合作 完成真正的独木舟 在2022年的盛夏 向海致敬 留下美好的回忆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人家说加油喜事真的是太开心 但是开心过了头 差点酿成意外 既有景额分局和平岛派出所的远景巡逻时 就发现一名男子最倒在马路上 这个头还钻进车底里 远景就挨家挨户地询问 才发现他是准新郎 最后是由未婚妻及亲友扛回家 让远景哭笑不得 你去哪边 啊 你走又怎么样呢 小心啊 所以说 深夜了男子迷迷糊糊 面对远景询问 他也答不出来 你可以自己回去吗 不然我们带你 看哪里我们带你回去 对啊 不然你这个 这边围 对啊 你看你躺在车子底下 人家没看到你怎么办 和平所远景深夜巡逻 发现男子躺在地上 把马路当成了床 头还钻进了车底下 开始呼呼大碎 附近的邻居看到 吓了一大跳 就怕车主没注意 发动车子会撞伤男子 赶紧找警方帮忙 他的头在里面 在底盘下面 就这样 底盘里面 躺在那边睡觉 然后这危险啊 很危险 他如果有时候 他晚上 他在睡觉 有时候晚上 他出来 他如果要买宵夜什么 他车子开了 就这样子 不会看到 邻居说 没有见过这名男子 经过远景 挨家挨户的询问 一切才水落石出 原来无心男子 是一名准新郎 当天到慰问期 家中提亲 和亲友开心的喝酒 离开时不生酒力 才会醉倒在车底 本所远景于 16日晚间 巡逻行经巷弄时 见一名男子 躺于车底 不省人事 警方发现该 体型撞瘦之 无形男子 有浓烈酒味 无法正确 回答警方提问的 拧集资料 在警方挨家挨户的 询问中得知 该男子 当天自未婚妻 家中提亲 适逢喜事 多喝了几杯 走没多远 却不胜酒力 倒过于车底 警方随即通知 无男 无男未婚妻及其亲友 将男子带回住处休息 警方呼吁 饮酒误过量 酒后误开车 回家时可指定驾驶 或搭乘机车 以确保个人安全 还好在警方 和热心邻居协助之下 证明准新郎 最后由未婚妻 和亲友扛回家 好显然没事 但也让远景哭笑不得 呼吁再开心 也要饮酒试量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迎接暑假 金融市政府文化局 举办系列活动 邀请到九天民俗记忆团 到暖暖区远远路来演出 充满欢庆派对氛围的 奇幻庙会电音体验 塑造了家匠的现代风貌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观看 迎接暑假到来 金融市政府文化局举办 2022艺术禁区 艺术卡车系列 系列活动邀请九天民俗记忆团 暖暖区远远路活动演出 九天民俗记忆团 对于台湾镇头的热情与信念 秉持着实际用身体心灵进行感受 我觉得现场人真的蛮多的 真的蛮热情的 比我想象中的人多很多 活动很棒 然后这边的朋友 小眼很厉害 演出主体为电子音乐 结合九天古镇 家匠 生欧 及绝区影色舞团 融合东方美学严肃的战舞 结合信仰内涵 与视觉张力的重匠族行 塑造家匠的现代风貌 从106年开始 我们开始筹备了艺术禁区的活动 把艺术跟表演文化带到社区来 那经过这几年的一个累积呢 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 这个活动的演出 那不过因为疫情 我们中断了有两年之久 今年终于又回来了 而且第一场就在暖暖 这只是艺术禁区的第一场 我们希望艺术跟文化 能够更贴近民众的生活 公民记者 蔡念生 基隆采访报告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NEW社裔 杨栋梁 站在台湖上 大载人 所有制裁 我们它们在阻碍市 大家注意 世界滓梁 百年中原 代代相传 国家第一号无形文化资产 基隆中原季 黄信主谱 隆重登场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1G只要证用户实测